金庸一生总共写了十五部武侠小说 这十五部武侠小说 在金庸巧妙的架构之下 融会贯通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武侠世界 好比在《神雕侠侣》和《笑傲江湖》里 都出现了《独孤求败》的名字 就连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顶记》里 都如此写道 武功到了绝顶 那便灵羊挂脚 无际可寻 听说前朝有位独孤求败打下 又有位令狐冲打下 以无招胜有招 当是无敌 显而易见 独孤求败几乎贯穿了金庸的拳击 然而杨过身处于南宋时代 他都学不全的独孤九剑 为何却被明朝时代的风青羊练成了呢 尽管金庸留给风青羊的笔墨少至右手 他只是借着风青羊这个角色 让令狐冲学会了一门奥妙无比的剑法 不过风青羊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剑谱秘籍 首先 风青羊在邂逅令狐冲之后 他很清楚地告诉令狐冲 独孤九剑有三大精髓奥义 即无招胜有招 料敌击仙和有进无退 其次 令狐冲击败田伯光之后 风青羊好似如鼠家瞻一般 让令狐冲知晓了独孤九剑 共有破剑式 破刀式 破剑式 破锵式 破鞭式 破锁式 破掌式 破气式和总绝式 风青羊还告诉令狐冲 你的记忆力很好 但独孤九剑单单一式就有三百六十种变化 令狐冲准备走下丝过崖的时候 风青羊又说了 你纵然学得了剑法 倘若使出使剑法不纯 毕竟还是敌不了当时高手 此刻你已得到了门禁 要想多胜少败 再苦练二十年 便可和天下英雄一较长短了 如果风青羊没有得到完整版的独孤九剑 他如何知道独孤九剑详详细细的酒势呢 还知道需要苦练二十年方能练成破气式 继而成为辟逆天下的绝世高手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金庸的设定来看 似乎独孤求败本人 也没有达到风青羊随心所欲的境界 为何说独孤求败并没有创出完整的独孤九剑呢 首先 如果独孤求败真的创出了破禁天下武学的剑法 那么为何黄耀师 伊登大师等五爵高手 都对他咕噜寡闻 其次 杨阔跟着雕雄走进了独孤求败的剑中 历经一番番香倒柜 杨阔只是得了一把重达九九八十一斤的玄铁重剑 他并没有在剑中里找到剑谱密集 而是自行在山洪里悟出了玄铁剑法 有意思的是 金庸留在原文里的一段内容是这么写的 独孤求败四十岁后不置于物 草木竹石均可为剑 自此经修剑进入无剑胜有剑之境 注意看这个剑进 这个剑进表明独孤求败似乎尚未达到无剑境界 既然如此 独孤九剑的剑谱密集又是谁撰写的呢 其实你若将封清阳三个字倒过来念 会有一种另辟蹊径的解读之法 通过神雕侠侣我们会知道 杨阔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武学奇才 他在三十六岁的时候 以黯然神伤为意境 自创了一门威力惊人的章法 不过在襄阳城大战中 杨阔的黯然销魂掌却无法施展 只因这门章法 需要施法者随时具备万念俱灰的心境 此外 杨阔因为没有随身携带玄铁重剑 以至于差点丧命金轮法王之手 虽然杨阔在最后华山之巅 带着小龙女退出了江湖 但以杨阔那略带偏执的性格来看 他退隐之后 会不会继续钻研剑法 将独孤求败的剑法弥补完整呢 杨阔的天赋很高 让他耗费心血巩固独孤九剑 还是极有可能的 无独有我 金庸的设定似乎也偏向于这一点 在神雕的末尾 杨阔带着小龙女在华山之巅 准备和群雄做一告别 就在这个时候 学远大师张军宝 追着尹克西上了华山 费了拿回尹克西盗走的棱且经 张军宝和尹克西大打出手 而一旁观战的绝远大师 说了这么一句话 要知道前后左右全无定想 后发至人先发至于人啊 常言道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听了绝远大师的这句话 杨阔猛然觉醒 他心道 这位大师的话定是银子真经 为时非同小可 这几句话倒让我受益不浅 后发至人先发至于人之理 我以往只是模模糊糊的误导 从没有想到这般清楚 你看 杨阔说自己模模糊糊的误导 但从没有想到这般清楚 这证明 他确实是在冥思苦想某门武功 其次 杨阔悟出的后发至人 先发者至于人 也和独孤九剑的有进无退 朝朝都是进攻的理论 不谋而合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独孤九剑就是杨阔所创 只不过杨阔为了纪念独孤求败 这才将这门剑法 取名为独孤九剑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能解释封清阳 为何会完整版的独孤九剑了 只因为封清阳 就是杨阔的后人 只是因为当年为了躲避战乱 这才隐姓埋名 而封清阳三字倒过来念 就是杨清风 这才是封清阳的庐山真面目 不得不佩服金庸的武侠著作 看似通俗易懂 实则却留下了这么多的暗示 让人不由地拍案叫绝 独孤九剑是出现于金庸小说 《笑傲江湖》中的剑法 为剑魔独孤求败所创 补充独孤九剑的新法 剑法分作九大部分 总决士 破剑士 破刀士 破枪士 破鞭士 破理解为 与八种不同兵器对阵时 所采纳的攻防观念 其中最需要注意的 是使用掌法 或其他拳脚功夫的对手 以无用之用 乃为大用为原则 并非乱看 而是仔细观察对方招式 迅速找到破绽 攻其所必救 或是以出拳 以剑翘半倒对手的方式 化解危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